她是娱乐圈最惨的星女郎 因为大热女星被删20分钟镜头 周英识大呼活捧了8年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作秀高手 在很多观众的印象里面 只要能够成为周英识公司旗下的一名艺人 稳稳地坐上了星女郎的位置 就一定能够大火大热 无论是朱音还是黄胜仪 都凭借着青年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可有这么一位女演员和周英识合作了8年 仍然寂寂无语 成为了圈内的编酒料 这个人就是女星李慧 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记不清了 现在的她也的确退出了娱乐圈 成为了一名最普通的家庭少妇 可实际上刚刚出道的她起点可是非常高的 是指和某个知名的一线女星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 川当年在拍摄电影《少林足球》的时候 周英识直接把李慧拉来给自己当了名号 可李慧的确是有一些不太珍惜 那个经典踩香蕉皮摔倒的片段竟然拍了两天有余 因为她不是校长就是会忘记自己的台词 周英识也非常生气的甚至几次大骂李慧 但是都没有什么用 最后周英识又在此剧中申请来了个大火大热的一线主星 最后李慧的镜头也从原来的二十几分钟 删剪到了只剩三十秒不到 成为就这韩世兴也看在两个人第一次合作的面子上 才愿意为她保留的 后来周英识将李慧迁到了自己的公司旗下 还让她接了非常精品的电视剧《少年包青天2》 饰演了里面的女二号陆香香 而以为这个角色能够让她平靡不清云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李慧的路人员的确不怎么好 加上此后黄胜一当众怒斥周英识 取藏一人的所作所为 先回公司一时之间成为了重视之地 李慧也就此沉浸了八年 就连她自己都开玩笑地说 应该写一本书叫做《我把青春》献给了周英识 很多观众看到这个新闻以后都认为 周英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和演员 如果李慧当年真的自己争气的话 可能周英识根本不会删减她的戏份 因为她不是一个会为所谓一线大牌女星 而动那些真正好镜头的导演 肯定是李慧自己不争气 周英识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有人认为其实李慧长得真漂亮 自己的条件也很优越 如果当年她没有遇到周英识 而去换一个大导演去谈谈的话 或许结果完全不一样 大家认为李慧没有成名 是不是全赖周英识了 现在别人去留下你的看法